恭喜今天的小宝贝们 你们简到宝了 一分钟判断你的发型 适不适合你 不好意思 我吹牛了 请看进度调数 五分钟判断你的发型 适不适合你 这是我的变美解析干货系列 DN7 以前也出过好几次 各种脸型的发型干货分析哦 第一呢 是曲度判断 你是适合直发还是卷发 发型之所以可以修饰脸型呢 靠的就是发型和脸型之间的 一个互补协调 就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 都是有弧线的 鼻子也是有弧线的 脸型也是有弧线的 那么在这个弧线的基础上呢 我们就要匹配一定适合的 一个发型的弧线 如何选择呢 让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先撩起自己所有的头发 展示一个最真实的脸型和无关 然后把其中脸型呢 用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先画一个图案 每个脸型都有自己不同的图案 这个图案的重心弧线 决定了修饰脸型的曲度直度 脸型态元呢 是怎么样达到一个脸型和发型之间的平衡呢 因为脸型态元就代表脸的曲度高 那么再是很卷的卷发就不适合 就会适合稍微卷的卷发或者是直发 之前我们说过卷发的卷度和脸型的比例是 微微卷于我们本身在一个正脸展示下 下额骨这一块曲线的情况 类似于这个弧度 看清楚哦 是微微卷于我们脸部本身的一个曲线 但是不能卷到我们脸部本身曲线一半那么卷哦 很多女明星的常见造型 都是遵循这一个规律 都是微卷于本身脸部的曲线 在0.6和0.8脸部曲线之间 那这个卷度有什么优势呢 一的话是和脸型的曲度是比较类似的 有修饰型的效果 第二的话卷度稍微卷于脸的卷度呢 所以我们第一眼看上去 发型的卷度会比脸卷 所以不会显得脸那么的圆 所以在匹配发型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脸型太方 我们就需要用圆去达到一个平衡 是否有卷度的发型 不然太方的话就是方上加方 刚才谈的是我们的发型 如果匹配我们的脸型 那么接着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的发型 如果匹配我们的五官 对 没错 这就是五官 因为我们五官的话 会有一定的一个弧线在嘛 如果想要发型在匹配五官上面 不出错的话 发型的弧度呢 就尽量接近我们这个五官的弧度 这样子的话 因为角度相似 眨一眼看过来的话 这个发型和这个脸呢 是比较融为一体的 不会有出错的感觉 哦 今天这个眼睛不知道是怎么了 拍拍拍拍到一半 然后眼睛就关 就好痛 首先 Panasi的五官以下条件占了几个 一 圆眼镜的话 加一分 二 后对程的话 加一分 三 颧骨突的话 加一分 四 长眼睛的话 减一分 五 长中庭的话 减一分 六 保嘴巴的话 减一分 按照卷度和直度来衡量的话 分数越低 则越适合直发 分数越高 则越适合卷发 从复三分到三分 大家可以对照这张图 来进行判断 看一下自己比较适合直发还是卷发 适合哪个程度的卷发 适合哪个程度的直发 当然呢 这是比较笼统的 比较适合大的 我反而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测试法则 那如果你想去更加出彩一点的话 可以看一下最后的 如果根据气质的卷发型 那么每一种方法测试出来的一个发型呢 未必都是完全相似的 比如说你的脸型呢 如果是适合长卷发的话 那么不代表你的五官也是适合长卷发 那么你的五官可能是适合短直发的 那么如何在他们中间做一个角格呢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一个取舍了 第二呢是发色选择 那我们以往在发色选择上面呢 首先就要考虑我们的肤色 是白呀是黄呀 是暖调还是冷调 然后再匹配这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发色 但是我觉得发色是否匹配你的肤色呢 其实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它白好看 它黑也好看 它黄也好看 那么在发色选择上面呢 我觉得发色首选的话 应该是突出我们本身的一个气质 对没错 就是气质的匹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人有气质 那么发色也是有气质的 首先发色的气质体现在于它大小的亮感上 这是发色选择中的重中之重 黑发的话是属于大亮感 颜色越深的话是越沉稳的 那浅发的话属于小亮感 颜色越浅的话亮感则越小越轻盈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大亮感的五官适合大亮感的发色 小亮感的五官适合小亮感的发色 那什么人会更适合选择一个浅发呢 有两种人 一的话本身五官的亮感是比较小的 可以增加本身的一个精灵气质 如Rose的浅发 给它亮感小轻盈的五官就很匹配 整体感觉是非常轻盈和时髦的 莫美琪的五官亮感也并不大 所以它的浅发比黑发更加出彩 第二种呢 是需要平衡脸部的一个敦厚的气质 刚才说了大亮感五官适合大亮感的发色 这是基本上要遵守的一个规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谁愿李美她的一个五官 后唇与圆脸 给人感觉她的面部五官是比较敦厚的 那这一种面部亮感比较沉重的感觉上 在不跨越大亮感和小亮感 这一个发色的界线上面呢 在大亮感里面选择相对亮感较小的发型呢 可以给她整个面部增加一个轻盈感 因为她的面部亮感是比较大的 五官的话是比较敦厚的 所以还是不能选择太浅太浅的头发 会有一点hold不住的感觉 判断好深浅发之后呢 可以再根据发色细微的不同来进行选择 是根据每个颜色都有各自的视觉感受 来匹配最后的发色 比如说越红就给人越热力的感觉 越松呢就给人越温暖的感觉 像这两个发色都是比较接近的 都是以白金色为底色 左边的话多了一抹红调 给人暖色感更强 更热烈更少女 那把红色调再往里面加深以后 呈现出更浓郁的一个暖感 则会给人感觉更加的热烈 那这个热烈感你可以理解为是青春和活力 所以很多动画里面的魔女呢 小辣椒人士的女孩子呢 都是红发 那再回到这一张图 每个发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先选择深发还是浅发 然后再匹配自己希望增加的气质 但是不能跨越发色的大小亮感的这一个法则哦 这样子的话可以快速提升 你本身想要到达的一个气质 但是不会让你踩雷 不过还是要露错一句啊 太花色的颜色还是少染吧 不是学姐我古本啊 嗯 不是学姐我古本 第三点的话是 你是否需要剪刘海 不管是八字刘海呀 空气刘海 是网红刘海等等等等 你是否需要剪刘海呢 那我觉得剪刘海的原因的话 是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是可以把你的额头遮住掉 比如说你额头特别高啊 或者是有缺陷的 那就需要把你的额头遮盖掉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 是遮盖掉你的颧骨 比如说巨金一的这个刘海的话 就是修饰它的颧骨的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显嫩 为什么刘海可以显嫩呢 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剪了刘海之后呢 会比没有剪刘海之前的话 那重心是稍微会往下靠一点的 这样子的话达到一个 偏右龄化的一个长相 达到一个显嫩的效果 那么与此同时呢 如果你是一个下屋比较宽的人的话 那么你就不是很适合 剪这个比较直比较平的刘海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你的重心往下拉了之后呢 你的视觉中心的话 反而会转移到 你比较宽的一个下屋比较 那样子的话 剪刘海是比较得不偿失的 这个的话呢 是从重心出发来判断 你是否需要剪这个刘海 那重心的话不一样 人的这个视觉注意力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需要 别人对你的这个视觉注意力 是集中在你脸部的哪一块呢 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 然后看一下 你是否需要留这个刘海 我们之前说的遮盖掉额头 遮盖掉颧骨 都是一个属于修饰你的 一个缺陷的办法 是属于一个做剪法 那么从重心方面去开始考虑呢 也属于一个做家法 它可以去掉你面部的一些优点 那并不是说 你去一味的去把你的缺点去演示掉 就可以让你本身去加分了 有时候呢 适当的去发挥你的一些优势 反而会比你去演示 或者是削弱你的劣势 来得更加的有效 那具体你适合剪什么刘海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的那一期视频 在这里的话 我就不过多的描述了 谈到根据大型选择适合的气质呢 我觉得这个头发的长短 怎么样选择呢 也可以单独拎出来说一说 还记得我之前那一期视频 是你适合长发还是适合短发 在那一期视频里面呢 我们是把这个五官的亮感 跟头发的亮感 是进行一个挂钩的 就比如说你五官亮感 比较大的人的话 则适合这个头发亮感 比较大的一个发型 那五官亮感比较小的人呢 则适合这个亮感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发型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头发的长短的选择呢 跟我们本身的气质 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说到这个长短的选择呢 大家可能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人的身高 跟这个发型的长短 是挂钩的 其实我觉得倒没有那么的重要 因为你看这么多人 他们头发都是尊崇这个 人比较短 头发就比较短 人比较长 头发就比较长 这个身体的重心呢 是非常稳的一个情况下 你看路上有那么多美女嘛 好像没有看到 头发的长短 匹配你身高的长短的话 其实一个比较保守的 有六十分极个线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说就是 当你这个长短 匹配你这个本身气质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不仅仅只是六十分了 可能会有八十分 或者是有一些质的飞跃 美少女漫画家下达 00号小姐妹 可能都不知道这号美少女了 这可是当年风靡internet 头发很长漫画里出来的少女 这么长的头发 想着身高 起码也要个一七零吧 起码也得是半个小姚名吧 不 人家只有150家 但是漫画少女 气质的塑造呢 远远高过了什么头身比啦 杜鹃那么高 为什么要留短发 气质的衬托真的是很重要 短发更加的肆意 更有这种 与世独立的性能感 像这种气质的判断和之前的 用亮感来判断头发长短的 那期视频里面解析的出入不会很大 比如说刚才的下达 是大亮感的五官 是适合匹配大亮感的发型 那么杜鹃呢 是一个小亮感的五官 则比较适合匹配一个小亮感的发型 人的气质呢 很多时候和你的五官大还是小 是否其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从而五官的亮感 可以影响我们个人的气质 那么我们从气质判断的话 可以选择头发的长短 不同的话 可以看我之前那期头发的长短解析视频啦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散联一下 谢谢